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财科暗战》 我是章涛 Hello 我是Liona 是呀 涛 我们上两集有提到投资比特币的一些风险 有些是宏观的因素 有些是与自己个人有关的 你说这么多关于投资比特币的风险 是不是开始对这件事没有再那么看好呢? 当然不是 长远来说 我是非常看好比特币的 不如我们今天就说说如何买比特币 我听说买比特币有些方法就简单些 有些方法就麻烦些 不如你试试说一下 不如我们先说一些容易的方法 最容易的方法是可以在比特币的ATM机里买 现在香港其实有很多比特币的ATM机 样子就像一个电话厅的电话 你只要进入一些港币现金 就可以买到比特币 但是这个方法我是不喜欢的 我也不会用这个方法 因为贵的 太贵了 没错 有多贵呢? 大概和现价会欠5-8%左右 是的 如果你一买一买 那便立刻已经没有到十几个百分比特币 是的 而且每一次可以买的量也不会有很多 是的 另外还有一些容易一些 简单一些的方法 就是现在香港其实有很多交易所 我们可以直接传入港币 进入这些交易所里面 然后登记了户口 做了身份认证之后 就像买卖股票那样自动对盘 然后你就可以定一个自己想要的价钱 就可以买卖比特币 不过这个方法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 虽然很容易 因为我们直接可以进入港币就可以了 因为问题是什么呢? 通常愿意接受法定货币的交易所 它的买卖差价也会大一点 也就是说也是贵一点 是的 还有当你要卖出比特币之后 变成港币 想拿回港币的时候 还会收手续费 你要拿现金或者是支票 或者是银行入数 都有不同的手续费 听上去好像一些简单的方法 买比特币 怎样都会贵一点 是的 还有一个再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用信用卡 是的 但是这个问题又如何呢? 就是更加贵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当你用信用卡的时候 信用卡公司是会当你用现金出来的 那这个价值就很高 没错了 首先你要付信用卡的价值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不是所有一张卡都可以给你这样做 第三个问题就是 交易所用卡的时候 再收到你5%左右 所以你贵上加贵 听上去所有方便的方法 都是很贵的 阿托你可否跟我们说一些 我不介意麻烦些 不过便宜些的方法去买比特币呢? 没错 有些麻烦些的方法便便宜很多 你可以先买入稳定币 即USDT或者USDC之类的美元稳定币 如果不太知道什么是稳定币 就可以看上一集的稳定币 然后参考买稳定币之后 就将稳定币输入交易所里面 然后进行C2C 即是Crypto2Crypto的交易 就可以买入其他数字货币 例如比特币 我们可以重温 如果想买稳定币的话 可以将法定货币 例如美元 直接汇到一些 发行稳定币的公司里面 就可以换到USDT或者USDC 当然另外一个购买稳定币的方法 就是透过PEER2PEER私人交易 不过听说最近有人 是做比特币的私人交易 被人打劫了 有没有一些方法 是做私人交易可以保障自己的 是的 大家要做私人交易的时候 要好注意 基本上有三个方法 去做私人交易 第一个方法 最好是和你认识的人交易 例如你认识我 我认识你 你给钱我 我直接通过币给你 认识的人 会比较稳定 你也会知道这些钱是有来历 而不会是洗黑钱 也可以经过一些交易所上的P2P认证系统 去和一些你不认识的人交易的 因为有交易所 他做了一个实名认证在这里 所以虽然那些人是你不认识的 但始终有交易所 他保留了一些个人的身份 个人的资料 大家信心方面会比较好一点 第三个方法 最不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情况 和不认识的人 不知在哪里 有人说可以给你一个好的价钱 你又相信他 于是在你现金交收的时候 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这些新闻 其实过去那几年 亦都已经听过几次了 所以当大家要进行这些交易的时候 真的要小心一点 除了刚才说的方法去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美国人的话 还可以用PayPal来买比特币 对吗? 是的 PayPal在几个月前 就公布了如果你在PayPal里面有钱 可以直接用它来买比特币 是的 但是注意了 一定要是美国人才可以的 是的 以及当你用PayPal里面的钱 买了比特币之后 你是不能将那个比特币 转到自己的比特币钱包里面 你只可以通过PayPal 买或者卖 变回PayPal里面的美元 然后转走 我听说有些分析说 因为这件事是推动了今次 比特币大升的其中的原因 其实原理是怎样呢? 因为这件事令到 入比特币的钱多 但是因为你不能够转走 所以便会进入比特币更多 所以扣买力便很大 所以便令到比特币长升长有 另外一个令到比特币长升长有的原因 就是我刚才说的 在比特币交易所里面 我们进行的是C to C, Crypto to Crypto 的交易 因为我们先有了稳定币 然后再进行比特币交易 然后你当价格好的时候 或者够便宜的时候 你买入 它升的时候你卖出 其实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在区块链上的一些 加密货币来的 你没有把它变回 现实世界的法定货币 即没有流出来 没错 它没有流出来 这个方法其实是方便的 亦是便宜很多的 那交易费有多低呢? 当我们实名认证了 开了交易所户口之后 每一笔交易 最多只是千分之二 即是每一千元 你给它两元 如果你是VIP 或者还有一些 令到你交易费可以便宜 这个方法 甚至乎可以低到万分之七 一万元给它七元 所以来说 好像你买股票那样便宜 另外就是令到我们很有胆性 因为我的钱 我不会变回法定货币 出回来 然后又要回去 又要等 你只是一些加密货币的存在 无论是稳定币也好 比特币也好 它也是加密货币 然后当它转来转去的时候 其实它并没有流出 回到法定货币系统里面 于是在加密货币系统里面的钱 就越来越多 直至到我们需要钱的时候 我们才将部分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也好 稳定币也好 卖出去 变成港币 回到我们自己的银行里面 比例上 我们便变成法定货币便少了 加密货币便多了 所以整个加密货币的池 便越来越大 便越来越升 我们今集说了很多 买比特币的不同方法 无论是私人交易 用稳定币买 在交易所买 甚至乎是链卡都有 在这么多种方法里面 有哪一种是你最建议的呢? 其实我最建议的方法 第一 就要用闲钱买 不要借钱 第二 就是定期买 譬如每天 每个星期或每个月 定量买入小部分 譬如每天是100元 不要管价钱 可能我们有时买便宜了 可能我们有时买贵了 但可以的 三、两年之后 你就会有一笔相当可观的积蓄 因为整个比特币的趋势 如果你一年一年 一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升幅 到时我相信你会有个不错的回报 还有当我们用闲钱买的时候 定额买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整天想着价钱 我身边认识很多人 因为他买了比特币 他又急上急跌的时候 他每天就整天拿一部手机出来 一天出几十次的价钱 那你日常的生活 日常的工作 就会被这件事影响得很厉害 那就绝对不值 我也听过有人说 如果你是长线相信比特币的价值 不妨是每日定额 买少量的比特币 好处是可以令到买入价更平均 而且万一你今天买了 明天价钱跌 其实也不用承受太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明天在跌的时候 可以买多些 也可以把整个买入价平均拉低了 这些都是可以给大家参考的方法 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 如何买比特币的方法 如果你听到这里 你觉得很麻烦的话 其实可能只是我们不习惯 这个区块链上的模式 而你太过习惯 我们现有这个世界的运作模式 其实你想想 我们买房子 买基金 买保险 其实一点都不方便 都是相当麻烦的 只不过我们习惯了 而在这个加密货币的世界里面 其实有一堆新的知识 我们需要学习 以及这些在区块链上的钱 是没有任何第三方可以干扰到你的 这样的长线来说 其实对你个人来说 其实可能是更加有保障的 好了 我们也希望各位 如果对这个题材是如此兴趣的话 就可以继续收看我们这个频道 吸收更多关于区块链 和加密货币的知识 我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在P2P平台上遇到的骗案 我前一段时间 在一个交易所上的P2P平台上 尝试卖出我的USDT 见到价格不错 我就卖了一个盘 怎料对方很快就说他给了钱 还给了银行的入数指给我 但我一看这个入数指 是由印度的银行发出的 首先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 于是乎我就跟买方说 我要等钱来我的银行之后 我才会放出我的稳定币 然后对方就开始发烂炸了 他就开始催我了 他就开始责问我 懂不懂规矩 当我看到入数指便要放弃了 他发烂炸 我就更加有戒心了 我就更加要坚持 我一定要有银行倒账 我才会放弃 于是乎大家僵持之下 过多一天 他果然取消了他的交易 大家想想一下流程 如果他真的在银行上 TT了这笔钱过来 其实是没得取消的 如果他可以取消 即是他根本没有入数 这件事我亦都在该平台上 传了一封投诉信 去投诉这件事 可能他们有监管不力的地方 当然 事隔一两个星期 对方都没有回覆过我 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 在P2P平台上 去进行稳定币 或者任何货币的交易 你一定要等钱到银行之后 你才好放弃 否则可能血本无归 没有人帮到你